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01集 只睡过一个女人 夏末被问得脸更加红了起来 她纤细白细的手 照了一大笔爆米花 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就 那个 那个啊 她准备搪塞过去 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 好像有点奇怪了 不是有点奇怪 而是非常的奇怪 她刚刚自己的脑袋 也真是秀逗了 怎么能脱口而出 就是这样的话了呢 好在她现在 满嘴巴的爆米花 说话也是含含糊糊的 在旁人看来 应该就会因为 她吃东西不方便说话 而终止了话题 夏末看着电影的画面 坚决不转头去看穆罕宇一眼 因为看过去会更加地尴尬 她一手用力地抱紧爆米花 一手又在嘴巴里塞了一大口爆米花 沐海宇漆黑的眸凝视着她的侧脸 她轻力的小脸红红的 她假装镇静着看着电影的模样 太可爱了 她一双单缝眼斜斜地向上飘着 唇角也勾起了一个弧度 她直接凑过去说 你说的那个是哪个 她离夏末的脸很近很近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她的耳边 她本能地向旁边缩了缩 脸更加地通红了起来 她知道她靠得很近 她感觉自己动了一下 她的唇就会碰到自己的耳朵 神经病呀 这空荡荡的地方没有其他人 她坐在那里随便说话 她都会听得到 何必靠那么近 夏末的心喷喷的 像小兔子一样跳动 简直就要从口中跳了出来 这个梗现在是过不去了吗 既然过不去 那只好 夏末吞了吞口水 把口中的爆米花给咽了下去 就是你是不是经常跟女孩子 坐床上的那个运动 要不然怎么一听到 有小孩子叫你爸爸 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孩子 夏末快速地把刚刚的想法 一溜烟地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 更加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连眼珠子都不带眨一下地 盯着电影的屏幕 夏末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有些不自然 穆罕雨有种错觉 其实她是在意她的 她在说 她跟女孩子坐床上运动的时候 眼底闪过了一丝的伤神 而她这一丝伤神 竟然让她觉得有一丝心慌 沐海雨眯了眯那双漆黑深邃的眸 一顺不顺地盯着她 好像又凑过她的脸 看进她灵魂的深处 为什么她为她错了那么多 可是她对她的态度始终都是那么地说离 苏晨救过她 她也救过她呀 她还在医院里照过她呢 她公司的职位随便她挑选 可是 她对着苏晨笑 对离一生更是很亲密 甚至在微信上 把孤临北标上了孤哥哥 到她这里 她永远都是一副 既疏离又冷漠的样子 沐海雨一想到这里 心里就变得有些焦躁 只是一想到她突然去跳海 心里就又柔软了下来 我就只睡过一个女人 沐海雨薛薄的唇 挑逗般一个字一个字地缓缓吐出 声音淡淡地 慵懒而有磁性 夏沐像被雷劈了一样 全身都僵在了那里 她只睡过一个女人 她被她睡过 那这话的意思就是 她只睡过她自己 沐海雨看着夏沫 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心肠的身子 朝座椅上靠了靠 眸光转向电影屏幕 漆黑冷酷的黑眸不再去看她 她都这么告诉她了 她怎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还是她想要假装没有听到 她在她心里真的一点地位都没有吗 沐海雨盯着电影的眸光 越来越阴沉 那眼神 着实可怕 好像这电影跟她有仇一样 夏沐不可置信地把她刚才的话 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 我就只睡过一个女人 也就是说 她只睡过她一个女人 连顾潇潇她都还没有睡过 突然心里有一丝的欣喜是怎么回事 夏沐愣神了一会儿 细白的背齿咬了下唇瓣 很疼 不是在做梦 然后才机械地转头看向沐海雨 她全身都靠在座椅上 俊朗绝伦的一张脸 轮廓线条紧绷 从俊朗的五官里 渗出淡淡的寒意 漆黑深邃的黑眸 像是深不见底的寒潭 高顶的鼻梁 薛薄的唇 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 她眸子里透着一股冷冷的情绪 好像更多的是哀怨 夏沐有种错觉 突然觉得 她有种像是受气的小媳妇 后来 她就觉得莫名地好笑 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沐海雨转过那一张帅得人神共愤的俊脸 简眉微微皱了皱说 你笑什么 她收起了刚刚那种忧怨的神情 漆黑深邃的眸子 淡淡地扫向夏沫 以一种幽懒高贵的姿态 披靠着她 看似慵懒随意 但是身上散发出来的 却是与生俱来的金柜 夹杂着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威胁 这不像你 夏沫勾了勾唇脚 清丽的脸还带着淡淡的笑容 白皙的脸颊 边上有个小小的梨窝 美得好似仙女一般 沐海雨知道 在她心里一直都不太喜欢她的 可是为什么 她长得这么帅 又这么有钱 那么多的女人都那么喜欢她 还一个劲地勾引她 怎么到她这里 就不喜欢她了呢 沐海雨的心里憋屈 看着她心情突然间莫名地愉悦 也半开玩笑 半侧击地问 那 那怎么才像我 我在你心里的印象 就那么地不堪 很不堪吗 其实也还好 就是从偷窥狂到恋童癖 到自大狂到蛮不讲理 除此之外 好像都还挺好的 她对小糯米 真的是挺好 连带着有时候 对她也是不错的 带她跟小糯米去吃饭逛街 还给小糯米盖了一座游乐园 然后还飞机给他们送餐 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美好到自己完全沦陷了下去 夏末的眼神垂了垂 她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俘获了她的心 却从来没有给她一个交代 除了那个烙印在她心里 情人的那个名词 她在她心里 真的就只是个可有可无的情人吗 还是她之前就有了顾潇潇 还来撩她 嗯 就是觉得你那么帅 那么那么有钱 你身边那么多漂亮 优雅高贵的女人 不可能只有 夏末把最后一个字 给咽了下去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吗 哼 沐寒雨冷恨了一声 那么多优雅 高贵漂亮的女人 都千方百计地想要我 只有你倒好 看到我就如洪水猛兽 拼命地逃 沐寒雨装着语气相对轻松 依然一副开玩笑的样子 她盯着电影的屏幕 并没有看向夏末 可是耳朵 却直直地往夏末这边靠了靠 夏末以为沐寒雨说的是 她不漂亮 不高贵 不优雅 嘟了嘟嘴巴说 我是不高贵 不优雅 可是我好歹也是天生劣质 肤白貌美的好吗 什么跟什么 说得完全不是一回事 沐寒雨皱了皱眉 她什么时候说她不高贵 不优雅 不漂亮了 沐寒雨转过头来 漆黑迷人的眸盯着夏末 她的长相很清纯 很漂亮 乌黑的短发 俐落地攒在她娇小白嫩的脸上 精致的五官清晰可见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擒着淡淡的笑语 她扬着唇角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粉嫩的唇边有着小小的酒窝 眉宇间 却有着别的女生都没有的灵气 看着她扬起的嘴角 沐海宇薛薄的唇 也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她开心 她也跟着开心 她不开心 她的心里也就一阵地烦躁不安 夏末感受到一股视线一直盯着自己 刚刚她只是开玩笑的 她知道 她的确没有顾香香那么的高贵优雅 这点自知之明她还是有的 可这就是随口开的玩笑 她不会生气了吧 她总是这么地喜怒无常 夏末的心咯噔了一下 她转头愣愣地看向穆罕雨 水亮清澈的杏眸 就像是最纯洁的宝石 干净 她的黑眸深沉地盯着自己 盯得夏末头皮麻麻的 心里甚至有些发慌 她粉嫩娇媚的阴唇抿了抿 一堆浓密的长睫毛颤了颤说 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 她娇媚的脸 微微颤动得阴唇 粉嫩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棉花糖一样 怎么越看越想咬一口呢 她真的好久好久 都没有品尝过她的味道了 穆罕雨深邃的黑眸 微微一沉 然后凑到了夏末的面前 夏末被穆罕雨这个举动 弄得更加的手足无措了 她本能能往后缩了缩 可是椅子的扶手就在那里 她也缩不到哪里去 穆罕雨刚刚 的确是想要亲她 可是看到夏末的举动 她僵在了那里 神色中带着淡淡的暗伤 你很怕我 穆罕雨说 声音低沉有磁性 语气淡淡的 听不出是什么情绪 夏末点了点头 然后又连忙摇了摇头 她能感觉到 她的身体在隐忍着什么 可是她每次都对她好好的 然后又突然 很生气很生气的样子 她都已经两次 差点要掐死她了 她怎么会不害怕呢 她们就这样对视了好几秒 夏末也不知道 是哪里来的勇气 穆总 你有什么事 能不能用说的 不要掐我的脖子 穆罕雨的心 像是突然被用力地 捶了一下 然后发出冷冷的痛 当时的自己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爱她的 只知道自己 为她做了那么多 她在国外 那么地想她 兴高采烈地 迫不及待想要回来看她 可是之后 却看到她在跟 离生约会的照片 她都是自己的女人了 怎么可以跟其他的男人 那么地亲密 那样的反差 太过于激烈了 她只是妒忌 太妒忌了 所以才会一下子 失去了所有的理智 对不起 以后我不会那样了 我会把你捧在心里 好好爱护的 低沉磁性的嗓音 清清淡淡的 语气里带着懊恼 她后悔了 她早就后悔了 那天过后 就立刻后悔不已 夏末本来就一动不敢动地 坐在那里 听到沐寒宇的话 她更像是被直接点了血 一样僵在那 全身僵硬 连带着心脏 都缓了半拍 她刚刚 是在跟她道歉吗 沐寒宇看着她 轻力的脸蛋上 完全是震惊 和不可置信的样子 她是在不相信自己吗 沐寒宇拉过夏末 纤细的手 把她的手 放在自己的掌心里 夏末的手 触碰到她 微凉的皮肤时 颤了颤 她脑袋里 是想抽回来的 可是手 却一动不动地 任由沐寒宇拉着她 对不起 那天之后 我就后悔了的 沐寒宇的黑眸 深沉地盯着夏末 她的态度很认真 也很诚恳 就像许下一个 庄重的承诺一样 夏末听着她的话 微微地回过了神 她眨了眨眼睛 然后又眨了眨眼睛 依然很不可置信 好像是在做一个梦 她张了张口 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她当时 就是太爱她了 所以才会那么地妒忌 以后 她一定还是会 那么那么地爱她 可是不管 她做什么样的选择 她都真爱她 再也不去伤害她了 写灵还需细灵人 如果自己 不放下高傲的 自尊心去面对 那么她就更加 不敢去面对了 这是乔曼说的那些话 她之前 也一直在找机会 想把这些 道歉的话说出口 只是时机不对 而且 她也需要勇气的 希望这个时候说 不会太晚 她抿了抿唇 想把之前的事情 解释清楚 她不是故意的 当时的她 也还只是不太懂 去如何爱一个人 只是她还没有开口 就看到夏末红了眼眶 夏末的脑袋 空空荡荡的 恍恍惚惚 她真的没有想过 穆罕与会跟自己道歉 她说 她当时后悔了 夏末没有忍住 就红了眼眶 说不怨不恨嘛 那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她跟自己 说了那么狠 那么狠的狠话 她说 看在小糯米的份上 我是不会掐死你的 不过你这份躯体 我什么时候想要 就要 我不想要的时候 你求我 我都不会要的 无情的话 就像无数只利刃一样 插进她的心里 把她的心 捅得支离破碎的 破碎的心 哪有那么容易愈合 那一刻的她是绝望的 她的确是想死 后来她又活了过来 她知道 小糯米还在等着她 她不能死 她若是死了 糯米就跟自己一样 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好 您很对